第17题,小陈准备两支相同试管并装等量且同温度的冷水 用同一稳定热源加热如幼图 当饼开始沸腾时,两支试管即停止加热 关于甲乙丙丁试点的温度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这个图示就是类似我们在上课所做的实验活动 也是老师请各位所做的活动是一样的 我们在已加热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水主要是以对流方式的传例 热水会上升,冷水会下降 所以不久之后你就会觉得甲的温度也变高了 也上升了 可是我们在饼加热的时候 热对流上升下降 我们并没有达到我们的丁这边来 而我们的水是热的不良导体 它不太容易靠传导传热 所以当饼开始沸腾的时候 丁还是温度低的 就像我们课本做实验 这里的冰块没有融化是一样的 所以选项A说 因两支四管的水量相等 当饼沸腾时甲也会沸腾 这个是错的 因为我们是对饼直接加热 所以它沸腾的时候比较快 可是我们的甲确实要看我们的乙 把热量往上传 所以它的沸腾时间会比较延后一点 所以并不会饼沸腾时甲也会沸腾 选项A是错的 选项C 因水的传导能力强 当饼沸腾时丁也会沸腾 这当然是错的 我们做实验的时候发现 丁的冰块并没有融化 我们带来活动里面 我们的丁的水温也是比较低的 那是因为我们的水 并不太容易靠传导来传热 它主要是靠对流才传热 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珠说 因实验便应接控制相等 顾在同一位置的乙丁两个温度会相等 这当然也是错的 因为我们是对乙加热 就跟对饼加热一样 那饼沸腾的时候 丁还是温度低 所以当我们的乙 我们的乙加热温度高的时候 我们的丁还是温度低的 所以只有我们的选项B是对的 因为水是以对流放入传热 所以夹义两点的温度大致会相同 第17题问我们说 关于甲乙丙丁4点的温度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因水会以对流传播热 顾甲乙两点的温度约相等